都说养儿防老 可是视频里的这四个人 竟在新年夜活活的冻死了自己的母亲 期间不论老母亲如何哀求 没有一个人愿意开门 直到老人失去了呼吸 他们也只是冷阳观看 甚至说老人的死和自己没有关系 好像去世的不是自己的母亲一样 村民看着无人管的老人 只能寻求民警的帮助 可是这一查连民警都破口大骂 说他们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那么这四个不孝子 为何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活活冻死 面前这位惨死的老人叫谢昌英 老人和村里人的邻里关系都非常友善 不论谁家有需要 他都会去帮忙 老人一共有七个孩子 三个女儿四个儿子 而他的幸福生活在这一天截止了 在2012年谢昌英老伴去世不久 他所居住的旧房子就被与谁给冲刷了 孤苦无疑的他 只能靠着四个儿子养老 可是四个儿子谁都不愿意 纷纷推卸责任 甚至因为赡养的这个事情 他们还闹到了村委会 最终在村委会的调节下 他们决定每人照顾一个月 在2014年元旦这天 正好是老四向老大交接的期限 也是谢昌英惨死的前一天 这天一大早 老四媳妇直接把谢老太的被褥衣服都打包好了 甚至用感人的语气催促着丈夫 将老太送到大哥家 谁知在老四把母亲带来之后 老大直接不耐烦的说道 你怎么现在送来了 我今天没有空 老四也不管大哥有没有时间 直接把老人的东西扔下就走了 老大家是一处三层高宽敞楼房 楼上空闲的房间好几个 但老人房间却住在 楼房下被阴触的一个破土屋里 土屋里没有生活 四处漏风又阴又暗 还到处堆满了杂物 连电灯泡的开关都没有 谢老太见老大走了 他就拎着自己的被褥 来到这间阴冷的小土屋 这是他每次来到大儿子家的固定居所 走到门前后发现房子上锁了 谢老太只能坐在门前的石阶上等着 可是一直等到中午 老大一家也没有人出来 老人早上只吃了一碗粥和一个馒头 此时谢老太已经饿得不行了 于是他就起身去老二和老三家 可是老二老三谁都不在家 后来经济着询问才知道 他们是故意躲着老人的 此刻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只能再次回到小儿子家 可是当小儿子看到谢老太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 直接嚷嚷道 你怎么回来了 现在已经不是我轮班了 我明天还要给岳父过生日 你在这晦气 听到这 谢老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能在村里游动 一直到晚上老大一家才回到家 他们只看到了门口的被褥 什么也没说静止回家了 反正谢老太没进他们门 跟他们没关系 于是他们就安心睡觉去了 新年的第一天 没有一个儿子能收留老人 那老人此时在哪呢 85岁老太在新年夜跪在儿子门口求助 儿子却充耳不闻 任由母亲在寒冷的冬天跪着 直到老人死去 儿子脸上也没有一点愧疚 在老人去世之前 一直在村里游荡到晚上 老人见大儿子还不回家 于是开始再一次去老二和老三家 由于老二和老三家住的地方路比较难走 就在马上到老二门口的时候 谢老太突然脚下一画 脑袋摔到了旁边的石头上 可是眼下无人 谢老太只能自己拄着拐杖 一步步往前挪 好在老二和老三家里有人 可是没有一个人给谢老太开门 于是谢老太跪在老两家门口哭喊着 回回救救我 声音大的连旁边的邻居都听见了 可是二儿子装作听见母亲的哀嚎声 一点没有搭理的意思 还骂邻居不要多管闲事 老三认为现在不该自己轮值照顾 没有义务为母亲开门 你搞的事你一定要搞 不该你搞的事 我都认为是不得我搞的事 我都没管 就是这个意思 不论老人在寒冷的冬夜 如何哭喊哀求 他们都没有丝毫的动摇 一直到第二天天亮 起床送孩子上学的老二 才将老人搀扶到树下 而此时的谢昌英已经一时模糊 口鼻中都流出鲜血 但二儿子并不在意 也没有及时将母亲送去医院 最后还是邻居发现老人去世通知他的 听到消息的二儿子李一脸不耐烦的时候 怎么死了 在另外三个儿子来了之后 他们也只是看了一眼就离开了 就这样老太的尸体在大街上亮一天了 都没有人管 村民让他们儿子去处理 哪成想他们只说这是和自己没关系 老母亲死在自己家门口 却和自己没有关系 无奈之下村民只能请来民警 民警把谢老太的儿子们找来询问 可是他们一直在踢皮球 老三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老二却说母亲本来该在大哥家的 不知道怎么就到自己家了 可是老大却说老四没有送过来 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去世的 四儿子不用说 也是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在谈及老人下葬的问题 这四个儿子都说不是自己事 和自己没有关系 在民警发现老人头部有出血之后 立刻叫来了法医 在法医经过尸检之后 发现老人的去世非常可疑 那么老人去世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85岁的老母活生生的冻死在儿子家门 儿子看见后置之不理 甚至直言晦气 后来还是村里人帮忙办的 在检查尸体时 法医发现谢老太的去世非常可疑 最后发现老人并非正常死亡 甚至发现老人生前有受到过殴打 脸上也还有许多伤痕 于是警方把谢老太的四个儿子带到了警局 在警方询问老人身上的伤势怎么会是事 大儿子直言不讳的说老人身上的这些伤 是自己殴打的 甚至在老人肋骨上打了三拳 直接给胸口打尽了 原因竟然是老人生前不小心打碎了一块玻璃 在得知谢老太受伤后 没有一个儿子愿意把母亲送到医院的 还是谢老太的弟弟去看望的时候才看的医生 而且在老人住院期间 也没有一个儿子而媳看过老人 后来谢老太的女儿得知之后 就把老人给接到自己家了 可是在接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老大又把老人给接过去了 他们给出的理由竟然是 谢老太被女儿接走 会被村里人看笑话 会传自己不孝顺的 难道殴打老人就是孝顺了吗 谢老太刚被接到大儿子家不久 就被家里的狗给咬伤了 而且不论老人去任何一个儿子的家 都会受到冷眼和漠视 有时候甚至连一顿饭都吃不上 当老人去世的真相被揭开之后 所有的村民都感到愤怒 甚至有村民说 他们都是杀人犯 就算一个陌生人求救 都应该开门看看 更何况是自己的母亲 这简直就是桑尽天良 于是村民们联名给当地公安局写了一封信 要求严厉惩罚他们 不久后法院直接把法厅搬到了村子里 当这四个儿子当着全村人被批判的时候 他们还在互相推卸责任 脸上没有一个有难过的表情 好像对他们来说 去世的不是自己的母亲 而是一个外人 这场审判一直从早上开到中午十二点 最后法院以一弃罪 判定老大两年有期徒刑 其余三个儿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说这话的时候 老大默默流下了眼泪 不过这不是为过去对母亲的不孝而流泪 而是自己即将面对两年行妻而落泪 四个不孝子从史智中都没有表露过残跪